健康好簡單 觀眾朋友你好 歡迎收看健康好簡單 講到女人愛美 我們在很小的時候 爸媽都說 有個嬰兒肥好可愛喔 小朋友不能太瘦對不對 然後越來越大… 到了青春期 或者是我們上了高中大學的時候 就很痛恨自己有嬰兒肥 就很想甩開嬰兒肥 怎麼樣可以讓我們甩開嬰兒肥 然後看起來是那種標準 標誌的美人臉呢 今天就要來請教三位專家 歡迎三位專家 臉看起來肉肉 其實我也覺得也沒有什麼不好 因為有時候我們覺得比較服氣 可是呢 明明就是46公斤 然後拍起照什麼像53公斤 對 妳說到我的痛處了吧 就是很香氣 是不是就會覺得說 為什麼我的瓜子 就是嬰兒肥一直跟著我 對 這時候我們就很想要 變成瓜子臉 是啊 所以我就說 妳講到我的痛處吧 我明明就沒有這麼重 甚至很多人在路上看了妳說 妳本人比較瘦耶 妳怎麼本人那麼瘦 對 妳知道 對 蔡芬也會這樣子嗎 沒有 我還好 妳也還好 可是我也會這樣耶 對 很奇怪 我就常講 哪有 妳明明很瘦啊 然後就說 妳本人怎麼那麼瘦啊 可是妳看起來電視上有點肉肉的 對 然後我想說 妳就是怪電視啦 我們現在電視都放大放橫的 都放大 很過分對不對 對 所以我們就會覺得說 那到底是怎麼樣 可以讓我們看起來 就是 不要憨憐憨憐的 我們比較想是標準的 瓜子臉 那請問一下院長 是 瓜子臉跟嬰兒肥 Baby Baby fat 會差很多嗎 應該是差很大 一般來講 上電視攝影機的時候 一般都會被放大了10% 對 對 至少 如果你現在覺得說 我們是幾公斤 然後你們還要減價20% 減10% 尤其我們攝影機裡面 是一個圓形的造型 不管你3D的造型怎麼樣 相對都被放大10% 所以一般民眾來講 如果你上了攝影機 一定是吃虧的為什麼 就是說這個不是我 對 都不會承認自己 原來其實自己比較苗條 對 那麼嬰兒肥跟所謂的 常見的嬰兒肥 應該很明顯的就是 小時候我們通常會有嬰兒肥 好可愛喔 對啊 小時候一定要 小時候嬰兒肥 對 小時候的嬰兒肥 感覺是非常的可愛 慢慢長大以後 不見得會有嬰兒肥 有的人是呈現蘋果肌 但確定有一點就是 如果在 這是小 中 然後大 這是子孫三代 相對的它這個全部地方 可是這樣子哪算肥呢 沒有啊 它不算肥 但是對小朋友來講 這裡叫做嬰兒肥 嬰兒好看 所以請問一下院長 我們指的嬰兒肥 是肥哪裡 是肥這裡 還是肥這裡 主軸的話是在於 整個的臉頰 其中以所謂的 嘴角外側的地方 是最容易顯出它肥 但是這個時候的肥 感覺是非常的笑容 非常的可愛 好看的 大人的話 如果說你這個地方 特別的明顯的話 就不見得好看 像有很多的藝人 就是剛剛出道很年輕的時候 大家都覺得妳有嬰兒肥 然後等到成熟 像林依晨 對 林依晨她就一直 從出道之後 她就一直很困擾 因為她每次都說她太胖了 可是她明明已經瘦身 瘦了很多公斤了 可是她整個臉就是胖 然後所以那時候 她為了要演那個小龍女 因為小龍女是要輕飄飄的 然後她的 人家就一直說 你真的樣子肥 妳就說她本身不本身 她的臉就不像那種小龍女的 那種很飄逸的樣子 所以她很痛 好像刻意去瘦身 還有蔡依林她剛出道的時候 也是圓圓的 很可愛 現在就是很性感 瓜子也很漂亮 因為劉德華也是一樣 劉德華剛出道的時候 也是有嬰兒肥 你也發現她眼睛比較小 這邊比較肥胖 晃亮一點 可是她現在整個輪廓 整個型都跑出來 她全舞就會比較高了一點點 所以她整個是有龍有角的 是 那為什麼有的時候 明明小時候 臉型也沒那麼大 那越來越年紀增長 你就發現 我的臉怎麼越來越大 這是什麼原因造成的 那一般來講 我們先剛剛確認的就是 很多的明星演員 其實都應該要整理一下 天啊 為什麼呢 因為事實上是 現在國際上的很多的這個 所謂的醫學美容這一塊 可以幫助很多人找回信心 因為明明知道 鏡頭裡面你被放大了10% 你為什麼不會把你的臉 小了10%呢 所以我們確定有一點就是 如果你在鏡頭裡面 人家告訴你是 你看起來是蘋果肌 告訴你多漂亮 你最好是能夠跟你小時候 跟你18歲的時候比 你的臉四周被放大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說 什麼蘋果肌 什麼是所謂的嬰兒肥 好可愛喔 很明顯的這個地方 這個小時候的時候 就嬰兒肥啊 嬰兒肥 好可愛喔 小時候嬰兒肥可愛 然後嬰兒肥的時候 還包括她的眼神 她的嘴巴 這個地方有一個標準就是 過了四歲以後呢 她的這個比例 就不能說可愛了 她的比例上 會恢復到成人的小比例 四歲以前你會覺得說 她頭大大的 對 相對於眼睛小 然後臉大大的 然後慢慢的 她就會慢慢會抽高 滿四歲以後 她慢慢會變成 是一個小大人的感覺 所以大了以後 她這一塊的情形 如果太大 就變成說嬰兒肥加子王垂 如果翹到好處的話 就叫蘋果肌 當然它這是有治療 所以它是一個蘋果肌 嬰兒肥不一定是變成蘋果肌 所以我們的臉放大 主要是在於 來自於法令紋凹多少 你的臉就寬多少 所以如果你要當一個明星演員 看見面的話 你一定要治療法令紋以後 你的臉才會恢復從前 我有個朋友就很慘 他就是為了要瘦他的嬰兒肥 他就是用快速瘦身 瘦了很嚴重 然後可是他就是這兩塊這樣 鼓起來 結果變成好像 顴骨特別的明顯 然後他就自己嘲笑自己 就說他本來想減嬰兒肥 可是減成嬰兒的媽 所以有時候減肥 它會減到 不是我們想要減的地方 然後可能原本的脂肪也好 它可能會跑到其他的地方去 減到膠原去的 然後脂肪堆積 好 那嬰兒肥 是每個人生下來都有嬰兒肥嗎 原則上大家生下來的時候 都會一定是有嬰兒肥 基本上這個小孩子如果體重 是一個標準的3千3千3左右 我們基本上都一定有嬰兒肥 但是嬰兒肥是嬰兒好看 大人是嬰兒般的肥不好看的 所以嬰兒肥是一定是脂肪堆積 你剛生下來的時候 那裡面都是脂肪就對了 脂肪 對 那麼所以你嬰兒肥的時候 原則上是小孩子 這是脂肪的堆積是 母親的優良的營養給小孩子 所以他指定上 是變成是一個脂肪來保護 那麼基本上它是一個看起來 比較肉肉的臉 剛剛有講到 小孩子肉肉的臉的時候是可愛 在4歲以前 很想咬一口 很想咬一口 看起來像是蘋果的好看 所以它跟我們一般的這一種 臉部的肌肉發達 或者是相對的是福氣象 這個嬰兒肥是指大人的肉餅臉 大餅臉 所以我覺得百分 就是變成平平的餅吧 好像不是立體的 很多人就覺得說 被壓扁的餅 對 壓扁的餅 就是這樣子 我想說一塊麵糰 你把它揉好把它貼來甜蜜去 壓扁的肉餅 壓扁的餅 壓扁的餅 那是它的臉 對 那就是肉餅臉 你不要這樣子說你姐姐 沒有 就是很 就是它很標準 就是從嬰兒肥 就是肥脂肪增進到肉餅臉 然後就變成肉餅臉 對 它就一直沒有再往下 進一步的發展了 OK 那嬰兒肥的測量是 嬰兒肥的測量 我們現在比較進步就是 民眾大部分對於嬰兒肥 跟你的蘋果肌 是有一點模糊的 對 我們可以利用測量池 測量池 真的 好殘忍 又要來了 我們要拜託 拜託脆分 好吧 嬰兒肥跟蘋果肌 是不一樣的 好 這個池 我們可以來設定就是 蓋住的部分 代表它的嬰兒肥的部分 你笑的時候看看 這個叫蘋果肌 先不要笑 好 你笑笑看 這個叫蘋果肌 這是肌肉 蓋住的這個部分就是 指環肥 指環肥 我們再看一下 像這邊 你輕輕笑下來 上面是蘋果肌 所以你看這一塊的地方 其實是指的 所以我有蘋果肌也有肥 對 天啊 那是好還是不好的 對啊 那怎麼辦呢 是的 蘋果肌的正確位置是指說